哈囉大家好 我是聰明 那今天呢 要繼續來玩這個伊甸惡意 不過其實今天我們不是來玩的 各位知道最近在伊甸這個伺服器有沒有 發生了一個大事件 這個事件堪比我當年的一軍和我的新騎事件有沒有 其實那個基本上是我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這一次比較不一樣 這一起事件呢 簡單來說就是 尼亞斯有沒有 炸了秋風的建築物 但是我在這邊先講一下我的結論 老實說我其實覺得 尼亞斯沒什麼錯 啊嚴格說起來 他有錯 但是基本上就是跟秋風對等的錯而已 為什麼呢 我們繼續講下去 右邊這邊是尼亞斯住的房子 就是他住在一個村莊裡面有很多村民 然後秋風呢就是前往了尼亞斯的村莊 問尼亞斯可不可以一起住 意思呢就是可不可以一起發展 就是在這邊共同發展這樣子 然後呢尼亞斯誤會了 他以為秋風只是在周圍可能幹個東西什麼的 所以說他也沒想那麼多就要同意了 但是事後呢 秋風改了還蠻多 就是尼亞斯的東西 比如 修改鐵圈塔啊 或者是 書名繁殖什麼的 尼亞斯認為打亂他的拍片進度 但是他又不敢跟秋風直接講 所以說就透過第三方進行仲裁 就是我和汪汪 然後根據伺服器規則的第九條 基本上是第九條 雖然我往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 意思呢就是 沒有經過別人同意 別亂改別人的建築物 還有一條 沒有寫的就是 沒有經過他們同意 不可以拿別人的物品 其實這個比較像廢話 那因為有了前面的誤會嘛 雙方的理解不同 而且他們也沒有更進一步的 可能就是拉通話溝通之類的 導致秋風無意接納 破壞了屬於尼亞斯的物品 那這種情況的話 畢竟尼亞斯是先到的嘛 所以我們仲裁的這個功能就是 秋風必須要搬離尼亞斯的村莊 然後還有一點是比較值得講的 就是 其實我們這個伺服器 你破壞了別人的東西 或者是拿了別人的物品對不對 如果對方不開心了 你必須把東西還回去 或者是把破壞的地方修復完成 就是你要回到原本的樣子 這件事情我做了還蠻多次的啦 你們應該都知道 但是尼亞斯沒有選擇讓秋風這麼做 只是請秋風搬走而已 那因為尼亞斯 拍片計畫被打亂了嘛 欸我真的要講喔 這個對我來講也是一樣 拍片計畫這個東西有沒有 真的被打亂會超級不爽 像我自己以前在1.19還1.18的時候 有沒有 我那時候不是跟阿洛漢亞洛赫一直做嗎 我那時候會跟他們說 不要蓋超過我當前進度的任何東西 因為這是一個拍片伺服器 你們知道嗎 這不是單純的多人伺服器 總之因為尼亞斯當時的拍片進度被打亂了嘛 所以說我啦 其實我也有建議啦 反正 村莊的東西已經是尼亞斯的了嘛 那你其實要對那些你不喜歡的建築 做什麼事情也無所謂 所以說我就提議 尼亞斯就把他不喜歡的東西炸掉好了 也可以順便當一集題材拍嘛 因為他說啦 據他說他當時沒有任何題材可以拍 那在拍這一集炸秋風建築之前 是有先 事先智慧秋風的 我自己本來是想像尼亞斯可能會用比較 歡樂的方式來拍這件事情 然後順便稍微告知他可能有點不開心之類的 但是我沒有想到他拍出來的效果居然會是那樣子啊 這個東西就是尼亞斯比較錯的地方 他拍的太暴力之氣太重了 因為這個東西本來就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你們懂我意思嗎 就是有兩個人一起玩 兩個人沒有很熟 然後其中一個人有沒有 到了另一個人家裡 改了他的東西他很不開心 然後他請他搬走 然後順便把他東西炸掉 就這樣子而已你們懂嗎 只是拍出來讓人不舒服就比較沒辦法 這個呢就是你的鍋兒尼亞斯 我想你自己也知道 總之我覺得目前的最優解啊 其實呢就是秋風和尼亞斯兩個人 就單獨兩個人 拍一支片 或者是一起直播 講考其實就沒事了你知道嗎 就看他們有沒有這麼做了 這個也是我沒有辦法插手的事情 畢竟這種東西還是只能當事人自己處理 那總之今天的懶人報差不多就到這邊結束 各位有什麼想法的也歡迎留言在下方告訴我 如果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 或者是我沒有補充到的也歡迎留言在下方告訴我 那大概就這樣子 我們下次見 掰